第12体,右图电路中每个灯泡及电池规格均相同,若在AC间测得电压为12伏,下列叙述何者正确? 我们知道这里边的公式叫做V等IR,那么我们这边都是串联,电流都一样,规格一样,电阻一样,所以我们电压都一样,所以AB的电压是V,BC的电压是V,那么C跟旁边的C的电压也是V,那么他告诉我们说,AC之间的电压是12伏特, 那么AC呢是这边是串联,所以那么加起来要等于12伏特,所以我们电压就是6伏特,所以AB之间的电压是6伏特,BC之间的电压是6伏特,C跟旁边也是C的电压也是所谓的6伏特,那么所以呢递选项A说,AB之间的电压是4.5伏特是错的,应该是6伏特,C之间的电压是9伏特也是错的,应该也是6伏特,那么我们的珠跟1就是我们电池之间的电压, 就是这边是3个电压,就变成6加6加6,3个6叫18伏特,所以选项珠呢也是错的,之后选项B呢,BC之间电压是6伏特是对的,所以第12题问我们说,下列叙述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B,BC间的电压为6伏特。 B1000个G5 B3100 B3100 B3100